1月12日,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的延吉阿里郎冰雪节上,有世界兵王之称的金松浩,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,赤身埋在雪堆中,让人惊叹。 当日上午,在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苏园民苏村广场,工作人员提前堆好一个大雪堆,雪堆中央被挖出一个大坑,金松浩在众人的注视下来到雪堆上,脱光衣服开始热身。 上午时时许,他只穿一条泳裤跳入雪坑,然后让工作人员往雪坑里填雪把自己埋住,很快,雪就埋到了他的胸口。 此时,在一旁的观众越来越多,因为天冷,穿着羽绒服的人们都在不停地跺脚搓手,他们看着赤身被埋进雪里的金松浩,不时鼓掌高呼。 不久,工作人员送来一大碗冷面,他狼吞虎咽吃了起来,不到五分钟,冷面就被他吃完,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后,金松浩跳了出来,站在雪堆上方,挥手向观众致意,此时,他的胸部以下到腿部的皮肤已明显发红。 金松浩纪年58岁,黑龙江省华川县人,2011年1月,金松浩在零下10摄氏度的湖南张家界,天门山顶砖满冰块的玻璃容器里,足足待了120分钟,超过荷兰人维姆霍夫创造的115分钟世界纪录,成为世界新兵王。 同年,他还在内蒙古的阿尔山,尸身埋在雪堆里46分7秒,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